看一段最新的新聞畫面 吳敦役主席又在Keep Pu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回到現場先跟大家說一聲對不起 第一支VCR應該是今天早上11點 親民黨的宋主席跟他的副手搭檔 余香女士去中選會正式登記參選畫面 那11點半是第二組是韓國瑜市長 跟張善政主任 回到現場討論之前我們先看一下 今天聯合報最新的他們的滾動民調 本報最新的滾動民調 45%挺蔡賴沛 蔡英文跟賴清德配 29%支持韓張配 韓國瑜跟張善政配 那排名第三的是宋審長跟 這個余董事長余香董事長的制度是8%了 所以目前大概這個蔡賴沛領先韓張配 大概達到16%的百分點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民調裡面一個比較有趣的說 到底副手有沒有加分 如果單獨是蔡總統韓市長跟宋審長 三個人對比是43比27比11的制度 但是如果把副手搭檔來作為民調的對比的話 那麼蔡賴沛變成45升了2% 廣義上說賴清德院長的搭檔 可以幫蔡總統加兩個百分點的制度 張善政院長的搭檔 也可以幫韓市長加兩個百分點的制度 不用27升到29 那唯一是宋審長跟余香董事長的搭檔 從11變成8小幅度降了3個百分點 我們來請教這個余美人發言人 那另外藍綠對決制度的變化 上一次調查蔡總統45%制度 這次降到百分 45 42是個人的 這個蔡總統45降到42 那這個韓國瑜從33降到30了 那比較有趣的是未決定的從10%上升到16% 你都不支持的 大概從12維持一個平盤 每人怎麼看這個民調 對於這個剛剛出爐的最新組合 有哪些覺得應該努力改善的地方 因為這個余香董事長 雖然在廣告界有廣告教母的稱呼 但是他在政治圈來講還是政治素人 可能也就是因為他是政治素人 所以他沒有包袱 他也沒有這個框架的一個限制 而且他有經營企業的這個經驗 他手上開過非常多的公司 那他也坦言 也有一些公司是不成功而關掉的 所以他總結成功與不成功的觀念裡面 他對企業經營非常的有概念 而且他曾經讓他的廣告公司是上市的 他在講了一個觀念 就那天我聽他跟主席在聊的時候 我覺得我非常感動 然後我就現場逼主席把數字講出來 OK 我告訴你 你會非常的感動 因為老先生 講老先生他的身材 資深功與量 主席 清明黨的宋主席 他20年來都沒有一天 沒有在為選總統做總統做準備 那麼他我們在講 今天清明黨出來要結合 民眾黨結合時代力量結合其他的小黨 我們要拼的就是一個第三勢力的一個整合 不要讓這藍綠在這樣子的一個糾纏惡鬥 然後贏者全拿 不能夠充分反應民意 那我們就講到說藍綠惡鬥 讓台灣空轉跟內耗 主席講了一個觀念 你聽聽看 如果支持的話 我們真的要手牽手好好的合作 他說台灣之所以會內耗跟空耗 最重要的地方在於軍公教 我說哎呦你 主席你不要再講那個軍公教 那個都是韓國瑜的票 他說不是 我不是要講那一半 我要講 因為他從省府 他是中華民國真正文官體系 訓練 應該講說栽培培養出來的 最後一代文官了 他說 他說因為我們的文官制度體系完全崩壞 從阿扁時代之後開始 一朝天子一朝城 只要換一個領導人 換一個政黨 整個的部會 五千個位置要換 所以永遠那些人當這麼辛苦的高補考 一廂愛國 你以為做公務人員都只是為了領退休金嗎 我覺得太不尊重他們 也太不珍惜我們的文官制度 所以只要一換政黨 就上面人都換了 記不記得中裁一做經濟部部長 才做48天 誤闖叢林的小白兔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事情 因為他不是文官體系培養出來的 所以我們覺得應該要把我們的公務人員 文官體系這些人的自尊找出來 他們沒有升遷的管道 永遠的次長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請問你是公務人員 你要為國家規劃超過四年以上的計劃嗎 你不要 這是人性 我不做不錯 我就乾脆有報復的走了 或者進不來 然後呢 或者傷心欲絕 然後整個就沒有鬥志 國家真正的空轉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宋主席說他上台之後 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他講六十 我還怕他講太滿了 做發言人幫他留一點空間 百分之六十的政府的各個部門的 這個全部是由資深公務人員升上來 因為他必須把文官體系穩住 不要這麼的崩壞 國家才有救 這樣子我上面怎麼換政黨 不會差太多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次的選舉 是不是各個政黨的候選人都可以提出 或者認同我們這樣一個呼籲 也許親民黨不會當選 但是我們要把這個主張講出來 重新把台灣的文官制度找回來 因為大家都非常的懷念孫運軒李國鼎 說為什麼沒有那樣的人 台灣有 但是台灣現在的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跟現在這樣子的一個選舉文化 這樣的人初步來 各位認不認同 我覺得要呼應美人姐一下 因為在台北市其實柯文哲市長 他一直在強調所謂文官的領選制度 其實我也是因為這個制度被選上來的 讓所有的不管是年輕的文官 或是新進來 其實台北市在我們進去的時候 非常多的鼓掌 可能他的年紀歲數都是很高的 但是柯市長進去之後 當然可能往往往往加速運轉了 讓更多年輕朋友有機會 被領選上來當股長 甚至當科長 我覺得文官的領選制度 這一點我們是絕對同意 我們在台北市也看到 文官是應該被培養被重視 而且思宇不是一開始就當官傳局局長 他先做了秘書 你做了秘書再做局長 你這樣子的接班 你是有個脈絡 有前面的人帶你 你才不會走蹤 走蹤 走蹤 台語叫走蹤 抱歉 我有時候要說一些台語 沒關係 我說的才會打 所以8%的支持度 或者說餘香的支持度 我們不擔心 因為他們是有遠見的人 餘香董事長從企業經營裡面 跟宋主席的文官體系 這樣一個邏輯 本來 因為你想想看 在企業裡面永遠是空降 總經理的妹妹 總經理的姑姑 來公司做事情 你覺得底下會服氣嗎 而且如果你是真的厲害 懂的人 我還要服氣你 可是你不是 所以我們的能源政策 我們所有國家的政策 超過4年的 不會有人規劃的 OK 這才是真正空轉的地方 所以各位 你們一定要給親民黨機會 給其他小黨機會 讓我們可以上來 把這樣子的事情 變成制度 任何我們可能 會一直政黨輪替 你不要寄望英明的領導人 人世間 英明也不會超過4年 OK 不要寄望英明的領導人 但是選民的 智慧 思辨 包括仔細的選擇等等 對才是重點 英明的領導人的 勇故就失去了 勇故就失去了 OK 我記得以前 在研究所老師考我們一個題目 很簡單 但是全班通通答錯 他問我們一個題目 他說為什麼 重金禮聘的空降團隊 反而讓那家公司的整體績效 不斷下降 我不太會寫 我就寫了 他說要 舉出幾個理論來回答 全錯 全班都錯 我們班有一兩個很優秀的 也都錯 第二題 同樣錯得更離譜 他問你說 一架飛機裡面 如果他的頭等艙跟商務艙的席次 特別多的話 那架飛機 往往會造成 飛行途中的爭議相對會更多 為什麼 想想看 這不是講階級對立 是講說外來的團隊 怎麼 不接地氣 不了解這個長期以來 這個施政體系 這個經營體系 它的脈絡 他從外面強災強制一個說你要走的新方向 可事實上這些新方向往往都是空中樓閣 在一些小型的企業裡面或許這種情況不多 可是在大型的組織像政府組織 一個堅實優秀 循序漸進培養起來的文官體系 絕對是整個政府運作的核心中的核心 那才是台灣的中流底座 我記得我印象中以前有一個經建會的主委 是台大經濟系的老師 葉萬安葉老師 那真的是活電 每一個經濟數字告訴你 還把背後的生成的原因解決之道的選項告訴你 選這個會跑掉哪一個 選那個會跑掉哪一個 所以永遠告訴我們什麼 沒有最好的選擇 但是什麼 要做最理想的失辯跟權衡 我覺得台灣的選民在這個關鍵時刻 失辯跟權衡是很重要的課題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資料有錯誤 我為了這個事情我去查了 中華民國在20年來 從次長升為部長的只有一個人 不是外調或者是一朝天子一朝城的 仇庸的施言祥 是部長 我知道他是台大化工系畢業的 他是從次長上去 工業局局長 美人你的資料 就是說我覺得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但是是不是真的台灣的文官都沒有機會 跑去變成這個一直升一直往上升 現在的經濟部長沈榮金 他就是事務官 對他是事務官 對工業局上 我相信其實這些年來這樣的例子 仍然是有 你可以說他太少 他是不是不夠專業 可以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改革的重點 但是其實例子不會是只有試驗箱 因為根據政府的組織架構法裡面 其實包含柯市長上任的時候 其實本來就是有規定一定比例的程度 就要原本的文官升任 這其實政府都有規定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前提我們要先搞清楚 那當然有非常多 我們自己家裡像我姐夫等等 也都很多的公務員朋友 都是從最基層的普考地方特考或高考做起 那我覺得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培養到非常多優秀的部長或是市長 像曾民眾委員 他的資歷跟他的專業性 我想大家應該都會給予蠻高的肯定 那更不要討論說我們台灣其實很多具有遠見的 像我們之前的那個 我們央行的央行總裁彭華南總裁 超多A對不對 超級多13A總裁 所以問題在於說是這些文官制度培養下來 誰把他打破了 問題是誰把他打破了 我就舉個實際 為什麼說去年國民黨他們的文傳會 出了叫幹話破克牌 今年出了叫做仇庸破克牌 要講的就是這些人 要講的就是那一些位置 為什麼被特定的人是不斷的去抓 不斷的去去把持著 被特定的某一些 我不要講幫派 講幫派可能有點太遠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他是哪一些脈絡的人馬 局系也好或者某某系也好 這些我們光看投擁破克牌就已經很清楚了 我們講的是中央 剛剛美人傑有特別提到說 我們總共有5000位的空間 可以去給中央政府去做調整 對不對 還沒有講到國營事業單位 對不對 美人傑有沒有講錯 台水 衛名鼓 對不對 台肥 然後包含華航 華善 這些好像都是最近出世的單位 為什麼 這些人好像都是剛落選 或者是某某班系退下來的 然後去接任 最後出了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去檢討 就是說民進黨政府過去這三年多以來 我不敢說國民黨完全沒有錯過 我們要面對的是過去這三年多以來 民進黨政府他們的吃相 到底值不值得我們再支持下去 對不對 我們把5000多個文光位 再加上我國營事業單位加進去 我隨便算算 起碼8000 我們這樣檢視應該合理吧 合理猜測 好 OK 今天早上剛才的畫面很特殊 這個宋審長 哎呦 像粉紅色的小味道 跟一條甘色的娘子 這是我們最困難的 董事長穿了全白色的套裝 這個有什麼樣的思維在裡面嗎 好 這是我們最困難的地方 因為主席總共五件外套 六條領帶 褲子只有三個顏色 深藍深黑跟深灰 所以我們其實是把他的衣服全部建黨 然後副總統發言人 通通要跟主席的色系去配 所以我們不得已 每個人都要去買這種領帶 OK 然後呢 但是也發生很可愛的事情 我們去 因為人世間要找 這種顏色領帶 OK 很多人說你去愛馬仕 愛馬仕今年沒有 所以我們只好去各個專櫃 然後也沒有 後來是專櫃小姐 他說我們要橘色領帶 那專櫃小姐 因為我們有一個競選辦公室 競選總部的主任 那小姐跟他講 你為什麼要橘色領帶 他說因為我在親民黨 我要再接個親民黨的工作 他說我們有 然後隨便你挑 然後他說我支持宋楚瑜 你買一送一 所以今天主任那一條是他買的 這條是買一送一的 OK 這樣一個小新聞很有意思 隨後11點半 韓市長去登記的時候 記者問他說 你怎麼會11點半來 頭前讓宋審長先來 我的意思是他們就很認真的解釋 沒有啊 我們是按照規定 我們早就申請這個時間 我們並不知道他要 我們有搶到他的時間 韓市長說是禮讓長者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為什麼要被韓國瑜這樣吃豆腐 我說你們帶玻璃心呢 韓國瑜也不是這樣的人 我們就用很幽默的方式回應他就知道了 韓市長你不要只有讓時間 讓一點別的給我們 不知道飄多讓一點 多讓一點給我們 OK剛才美人妹妹說到主席77歲 我想年紀真的不是問題 那一顆熱忱以及他的經驗 以及他對未來對選民的許諾 跟時間的能力才是重點 他說這20多年來 他每一天都在為選總統做總統在做準備 最近有本書 因為我們家弟弟也慢慢長大了 我對他的教養 我也面臨一些新的挑戰 我看一本書叫做大器可以完成 這就很有意思 他說大器可以完成 當世界沉迷年少得志的時候 耐心是你的成功的本事 或許在這次選舉 在從宋審長身上看到他耐心 以及到最後能不能夠成就一番新的大事 同樣來看那個相對年輕的韓國瑜市場 這是一個BMW的廣告 他英文寫說 Traffic rules are actually life 他說交通規則就是現實的生活 交通規則就是真實的人生 17%的交通事故源自於不安全的車道變換 今天剛才看到民調 韓市長還是有一段程度的落後 我覺得跟你的不斷的變換車道 緊急超車應該跟你的駕駛習慣 有一點點小關聯 所以顆粑這裡的場上 也就是廣告 可以的看電影 大家可以來看那一段時間 他只能把兩天內進行 最終確定的地方 是為了拍拖 就能不正確定的地方 可以到的好不好 對嗎 一段時間